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权指数到美股的激励开高 上涨了73点 中场收在15699点 但是开高追多单的利润并不大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老师 今天最佳的操作手则是什么呢 今天最佳手则 我昨天已经写在我的操盘笔记本上面 那操盘笔记本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在LINE群组上面 会有一个操盘笔记本 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 每天的操盘的记录 这是一个新的服务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LINE8 加入LINE8就可以看到这个操盘笔记本 那操盘笔记本昨天写的内容 当然就是关于今天的事情 不会是讲过去事 那今天的事情 我这边念一下 这边一开始先讲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 我做股票 有时候行情好 有时候行情不好 可是整体上来我觉得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绩效 对于会员来讲 我觉得也是 有高有低 可是整体上来我觉得 只要你长期相信我 我觉得是会有一个好的表现的 那昨天的研究成果包含了什么呢 我觉得我不会去追多嘛 早上我就不追多 那今天的状况是 期货夜盘是涨了100多点 中场是收涨80点 其实期货是表现得比夜盘收盘还要弱的 所以说你追股票 当然有些股票你追到的是会涨 那大部分是开高走低嘛 那开高走低我觉得胜率也是有 所以我觉得不用说股票一定要去死多头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偏工操作 你也可以赚 你也可以赚到钱 例如哪一支呢 例如智元 智元宏达电公布的营收 月减 年减 智元是年减跟月减 宏达电是月减跟年增 那力旺是年减24% 那浮华跟绿界是格式冲大户买涨停 可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追 或者是去空这些格式冲大户涨停板 因为上礼拜的状况是涨停的加速很少 就是代表大家资金集中在这边 那大家的focus的焦点也就在这边 所以今天不一定会跌 所以其实格式冲大户的卖压 很有可能就会被消化掉 例如这边我就在 这边就是另一段 我说见准也是格式冲大户所涨停 可是因为现在的散热是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它的 它有可能会就是格式冲大户今天一定卖 凯西台北今天一定卖 那这边浮华跟绿界的话就是统一 它今天一定卖 那卖以后不一定会跌下去 因为买盘会把它拉上来 那今天见准后来就涨7% 那格式冲大户卖压消化掉的一个原因 跟一个看法是怎么看 就是盘中如果它放量 它的量比昨天还要大 就代表它已经消化掉了 对不对 假设它见准买了3000张 那它早上卖完3000张以后 后来还继续往上涨 又涨上来超过可能3000张5000张 那就代表消化掉了 这边这时候你就要去注意 所以说格式冲大户它不是吃素的 它不是宋财同质 它也是要赚钱的 所以你有时候会输给格式冲大户 你有时候又会可以从格式冲大户手中 赚到一些钱 这些都是要去掌握到 当时的技巧 那偏多的部分当然就是资安跟01 资安跟01是有一个利多题材 那关键红可以索罗门跟全台 那这三只股票也都表现得还可以 那空的部分呢 资源今天是开高走低收最低 利旺也是开高走低收最低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的状况 首先资源的部分 资源的营收它是呈现月减年 年减月减8%还是10% 年减也是10%还是14% 那为什么要去空它呢 它们就是一个空头走势的股票嘛 然后最近在反弹 这边都是外资在卖 然后呢这边外资有些买盘回补 买盘回补 为什么叫做回补 就是因为它空头赚太多了嘛 所以这边空头赚太多了 所以它这边回补 回补完以后呢 空头走势的情况下 它一定还是要再卖 那它卖要趁什么时候卖 趁利多的时候卖 对不对 所以昨天我们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上都是耳鱼我诈的 嗯 昨天NVIDIA大涨 大涨4%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以后一定会觉得我们今天要去做多创意做多事情做多力旺做多力旺做多AI股嘛做多自援那NVIDIA大涨自援公布营收所以我们要我们要用一个逻辑来去分析嘛 自援公布营收是它本业表现的不好那NVIDIA大涨是一个利多的消息所以说这个到底哪一个强哪一个弱大家可以去就一看就知道了嘛很明白嘛自援的营收是它本身公司不行那NVIDIA大涨跟它关系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说自援上来那去空它那不是相对就安全吗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就用这个方式来去操作我觉得蛮容易的啊所以你看可以在17最高174嘛如果你空在173.5那最后收在168.5嘛那时候在最低是差了3.24%你扣掉手续费就是3%对不对 3%的500万15万15万15万是有机会啦就是如果你的资金够大的话这个就是15万就是入贷了那当然如果你是小资族的话你就自己算一下你的你可以承受的张数是多少你就可以去算一下你今天做资源你可以怎么样做就可以算出来你当天的利润是多少那资源的技术分析技术面 它当然是空头嘛反弹完又空那今天今天这个黑K棒那未来往下走的机率又很大了对好所以如果你的操作是部分当冲部分留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有些你今天先赚个10万留仓然后5万也赚了嘛你就留仓那就等着继续再赚下去也是一个方式 那立望呢立望呢立望这边是年减24%我们直接看K线图的部分好了 立望也是一样对不对立望今天是被创意拉上去 最高涨到1960年减24%那它这年减24%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它几乎没有年减过你看它这边年减24% 然后这边是稍微小减一点点对不对前面全部都是大针 所以说代表立望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利空就是年减幅蛮大的只有三亿五千多因为它固定四期十月是大月就是收的钱比较多因为它是IP股它是固定某个月会收收钱已经进来对就是三个月一起三个月一起的那种小法 所以它这个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所以我觉得做它跟做资源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对不对趁拉高的时候去空下来然后收到最低点那当然我昨天也是都有跟我的特别会员清代会员都有讲到怎么做其中就不然是说空长起来就是空资源然后空立望可是不要去空创意 创意的话为什么不能空创意因为创意它也是公布营收嘛它营收状况它营收也是不好月减8%可是它年增13%所以说你看如果这三只比较起来那当然就是你因为我也预期创意会走低啦因为它也是月减然后也是涨过头了也是这边我觉得这边也是有我觉得也都是有一些耳于我诈的一些 消息因为美系外资已经调高平等到1280了今天还要再写一次大家不晓得这个新闻要写几次因为它持续的在写这些新闻那就是想要出货嘛 那投信买超买盘也是趋弱了那越营收也越减了所以今天创意就会跌那如果你是想要比较稳健的那就是去空资源跟立望那当然立望的话空起来的话那就当然就是非常开心啊 因为它一张就是18701870你1960空到1875直接就是快要赚到一张快要赚到多少100块啦对不对一张就赚10万块钱对啊你空一张就差不多快赚10万空两张就赚20万就是这样做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见准呢见准的部分我刚刚讲了格冲不是每天都会输钱的 所以说我以前有一个叫做当冲会员我现在没有一个特定的当冲会员你知道吗 因为当冲会员因为我有研究这些筹码面格冲大户有时候它会卖然后散户就去追然后就会出现个长黑 长黑那个获利幅度很大89%那个你放上去的钱那89%你乘一下那都很大的 对啊 那个获利金额很大的 可是它并不是常常会出现 好就这样是我这一次去五一长假的时候去金门 居然看到蓝眼泪 它蓝眼泪已经飘到那个沙滩上 沙滩上有一些什么塑胶袋或是帆布袋 你脚一踩到那个上面它就发亮 它也发光 对 因为我去年是去马祖 因为马祖是标榜蓝眼泪 去马祖反而没看到蓝眼泪 去金门反而看到蓝眼泪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运气 而且这都是要靠一些巧合 要靠技巧 对啊 所以你看 所以我现在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 越来越专精 就是我们把当中的会员 合在我们的核心会员跟特别会员里面 就是偶尔会让这个 有这个时机我就会让我的职业会员赚 可是我不会每天去做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今天做的这一笔资源 直接公开了 做的资源 那资源这笔单子 那如果是以当充来算的话 是不是又是获利 获利几率也是算很高 几乎百分之百 如果是以当充来算的话 好那见准的话 格式充卖压消化掉了 所以你看格式充要怎么样来判断 他原本这些所长庭 成交量不知道几张 可能只有几千张 今天呢爆量爆到七万张 所以说格式充他买几张而已 见准我要看见准在哪里 见准我可能没有把它放进来 见准我们看 成交值排行就可以看到见准了 对对 见准的话你要怎么看 你看他格式充大户买五千张 这凯基台北你等下午去看 收盘的状况你去看 凯基台北绝对是卖五千张 或者是四千张 也许不会卖 也许会卖 因为今天直接开高嘛 反正他就是一定赚了 那他就算卖掉这五千张 那今天他的成交量是七万张 所以他这个一定消化掉了 对 所以说你要去看这个热度 如果这支股票很热的话 你就不可以去空他 有可能就顺势 你要去再去做多他 对 所以说见准我上礼拜就讲了 就是我们原本就得到一些消息 有一些大单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去空他 对 所以我也在我的笔记本上面 跟大家讲说见准应该今天是 隔聪会消化掉 你不要去空他 对 那01的部分也是 当然这些都是研究的成果 01就是有资安大会 最近的状况就是 只要有利多 就是股票就会涨 之前的军工 25家军工过来 军工股上涨 走掉以后军工股往下跌 然后呢 国家生技研究院招商 生技股大涨 那生技招商完毕以后呢 有些股票就下跌 我们会来讲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你做不到涨上去的那一段 你可以做涨 下来 往下跌的那一段 不是涨下来的那一段 所以01的话 因为明天才开这个会议嘛 所以说当然今天就是 收了一个红K棒 好那全台呢 全台它是做中小型尺寸面板的 之前我们也是有请会员去做 摆进它的动作 那它是打进了欧洲的充电桩 因为现在充电桩上面都要有面板 那这面板要耐热 然后耐流化 耐很多东西 然后又要有NFC之类的 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合在里面 所以说全台它的一个 产品已经有打到欧洲的充电桩里面了 所以它也是 昨天关键可以嘛 今天就续涨 是 这就是今天 昨天晚上的 给大家的一个 操盘 操盘笔记 所以说以后如果你加入LINE8 就可以看到这个操盘笔记了 没错 对 操盘笔记 之后我再跟大家讲 要在哪里看 就是你会看到这操盘笔记 而且操盘笔记是不会消失的 就是你可以看回顾的 没错没错 你可以看之前的 假设这是昨天写的嘛 你要看之前 之前四月份三月份的 或是你等到六月七月再来看到这一则 你都可以来回顾 就看 那这个操作起来是怎么样操作 怎么样才顺 这样让大家在市场上面都能够 用我的经验 然后呢大家教学相长 一起来赚钱 这是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目标 好 所以说要加入我的LINE8 就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最真的解析 这个叫做LINE的操盘笔记本 你只要加入LINE 我就会直接分享给我的铁本 所以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没错 赶快加入LINE 你就可以看到至多新的操盘笔记哦 但是你要如何加入呢 你可以直接用手机在LINE的页面上 搜寻账号 小老鼠 WN666 或者扫描下方的QR Code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收看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你就点击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上面的短网址点击进去 就可以立刻加入至多新的LINE群组咯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见咯 变成国际头部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正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一软体设备 稳固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永城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老师今天军工股宝衣直接开低耶 那持有的投资朋友应该要先走一趟还是低接呢 宝衣基本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 你利多一旦的话你就要先出一趟了 那宝衣当然是他的营收有年成长 可是我觉得他的本益比还是过高 那宝衣我觉得今天可能操作宝衣的人 他可能会被他的主管海削一顿 因为今天我觉得应该是有胖手指的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宝衣今天的一个状况 什么叫做胖手指 胖手指就是你手指按错了 因为宝衣期间他是延后开盘两分钟 所以我就说我们上次说 是不是说要算 因为延后开盘那个时候 大家会去下一些假单 然后下你 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大 开盘有时候开盘挫合涨停 他是要卖 他开盘挫合跌停 然后 他挂跌停 他挂跌停可是可能临时抽单 临时抽单 然后又再重新撮合 他可能又再弄跌停 然后呢时间算错了 所以说他成交在58 因为今天军工股没有一档跌7%开出的 因为宝衣也没有公布营收 也没有什么状况 没有任何的利空 对 那他怕头指了吗 对他跌7% 我觉得也算是放空宝衣的人也幸运 对 也幸运啦 就是幸运 他就跌7%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持续看的 他跌7%出来后就往上拉 那中场是跌了2.7% 所以说他本身应该是要卖 只是他卖太低 挂太跌底 他挂太低的去卖了 所以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他是要大卖 他是要卖保持 不小心卖错了卖到那么低的价钱 所以说他就回到均值 可是最后还是有点压回 如果他是什么自营部的 外资的 我看他可能年总奖金已经没了 对啊就是下错单了 所以说那他技术分析是在跌到这里了嘛 那我们当然是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要从技术面来看保一要怎么做 基本面当然保一他营收有增加 可是我们从成田 从 汉翔 他们两家都公布了营收 我觉得表现都普通通 汉翔好像赚0.5块 然后成田是亏钱 所以说保一 保一他营收比他们都低很多 所以我觉得保一也可能要赚钱的机会也不大 我说第一季 那在这边你看这边是不是军火商走掉以后 他是不是就亮缩了 对 当亮缩的时候隔间他跌的机会就更大了 就是连续跌两天 那今天是胖手指的事件 所以说他反弹上来 他量有一点增 可是还是没有很大的量去买他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持续亮缩的话 他往下走的机率还是比较大的 保一这一档个股 还是偏空来看待 就是当利多消失以后 你就去做个短空谈 我觉得会赚的比做多简单 我觉得利润会比较多 这边保一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在这边最高点跟大家讲利多淡化 那保瑞呢 保瑞我觉得也利多淡化 你今天做保瑞可以赚多少钱呢 哇还长黑 7%多 保瑞的重点就是他来到了对称压力 然后呢成交量也是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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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你要看的是 格日通大户的 的隔天 因为他今天不卖不代表他明天不会卖 那持续追踪 对 保瑞的筹码就是 如果你看近五日 近五日是元大土城永宁买两千两百多张嘛 就是元大土城永宁有一天就是在前一天前天去追追高 追高保瑞 那昨天他只卖了93张 所以他还有两百多张没卖 所以他可能今天卖 今天就出现一个往下压 那从技术面上面要怎么样来看呢 技术面它是不是来到对称压力 来到之前的对称压力就下来了嘛 那这次上涨是什么原因 真的很难念 国家生技园区的招商 很难念 国家园区招商 这个是一个小利多 而且招商 这个国家生技园区成立在2018年 已经五年前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他招商你又不是第一次招商了 所以他是趁着那天的电子股落 如果他涨 隔天量缩不涨 没人买 今天就 直接到了 就到货下来 今天就可以赚到7%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看 就是你第一天 没赚到 你第二天 说不定你赚了更多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去空 那个 隔中大户买涨停的 反而去空了 没有必定 反而去建议大家空的是 是资源空的是利旺 建议大家空的是保累 好的原因就在这边 是 所以这边都是要因时而变 因事而变 对 好这就是我的操盘守折 从国际观到现在 然后多空双向 是 所以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一起行列 然后呢我们多空一起赚 然后让资产慢慢的增值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期望 好 赶快加入制作新的行列 直接在LINE上面留下你的资料 或者是直接不载电话进来 就会有专业给你服务 对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看到最真的操盘 就是加入我的LINE 现在每天或是不定期 我都会在我的LINE上面 写这个操盘笔记 大家我们就一起在上面 学习如何的操盘 要加入我的LINE 没错 想要看汪老师最真的解析吗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帐号 小老鼠WON666 或者是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也可以哦 那明天也要记得准时收看 股市制作新节目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